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Biary 我目擊人呢 是在台北市政府附近的 正要往信義成品的方向走 為什麼呢 因為那邊有一個理想的文具展 我們一起來去發掘一下 有哪一些很值得購入 或是特別可愛的小文具吧 走囉 我們先到六樓的展區 一定長左手邊是幾位手上達人的示範區 有漢客 東圍 小河 還有南國的孩子Susan 旁邊這邊會展示我們平常使用的各種文具們 向右邊轉 會正式進入到這次的活動主題 文具森林 我們這次把重點放在主視覺的限定商品 還有各大品牌中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想要介紹給大家看的商品 這次理想的文具是和日本的插畫大師 北澤平友合作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主視覺區 有推出各大品牌和北澤平友的聯名商品 由作植物和文具結合而成的可愛插畫 你可以看到像是筆記本 資料夾 膠帶台 還有筆啦 花邊袋 以及可愛的紙膠帶圖樣設計 另外像這種小包包 設計的也是很可愛 讓人好想要帶回家 再來到品牌區 在Plus這邊 我個人是把重點放置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這個富士山的福袋 這個帆布袋印有Plus很知名的富士山橡皮擦圖案 那裡面有裝一個富士山橡皮擦 還有花邊袋等等的商品 這裡面的商品你是可以單買的啦 不過搭配這個小袋袋 我覺得它是很值得購入的組合 再來還有這個和名字TAMA聯名的磁吸文具組 先前我是有看過其他YouTuber們介紹過 它這個盒子是有磁吸力的 裡面有剪刀、電書機、小尺等等的文具 每一樣它們都會有各自的坑 擺放得很整齊 整體來說就是小巧 也非常方便攜帶 這個品牌除了很有名的Campus筆記本之外 我很喜歡它們這種晚線天的筆記本 因為它是在你書寫的時候 不用擔心手壓過去會影響到字跡 另外看到這個小雜貨透明充納包 它這種袋中袋的設定很有趣 你可以把想要展示的文具放在透明這一層 那不想被發現的就放在裡面這一層 它最外面是磁鐵扣 開口很大很好拿東西 那裡面這一層還是可以單獨拿出來的 是一個機能性設計很良好的一款袋子 那它顏色這邊可以看到有粉色、米色等等的 氣質很不錯 那這個展區有他們和松竹印畫100周年的紀念作 電影之神的聯名企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以招和時代為設計概念 比較副古風的商品出現 像是漱口袋還有鑰匙圈 以及電影膠卷造型的紙膠袋 這些設計都很細膩 也很切合他們的企劃主題 然後繼續看到這個是第一次參加理想文具展的法國品牌 他們的筆記本啊 標榜是使用了再生紙製作的 具有很優秀的環保態度 那整體設計的圖樣啊屬於繽紛系列 在顏色的使用上比較活潑 對比性很高 那搭配力、皮筋和圖形 還有一些像是摺紙的意象 那文具展的主視覺用色啊 和自家象中的老虎放在一起 看起來很活潑 也很有興趣 這次展場中啊 最特別的就是蜻蜓牌了 那它有一種未來、科技感 出現在這個1913年創意的品牌上 相當具有前瞻性的感覺 那說到蜻蜓牌啊 最有名的應該是這個橡皮擦了吧 不過他們也是有不錯用的筆類啊 還有口紅膠類的商品 但這次文具展啊 我看到最可愛的 還是這一種設計意象 是橡皮擦的藍布包包 它很適合文具控門使用 那另外啊 他們還有像橡皮擦LOGO的外套 整體而言啊 它這次的攤位設計和陳列都很精彩 繼續來看到 明哥林它真的是手帳控文具控很熟悉的品牌之一 像是我的拼貼手帳啊 就來自咖 那這一次我要特別講的是這個 文具女子博限定鞋背小包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我們沒有辦法去日本參加文具女子博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 真的讓我好開心耶 它一共是有三種色系的表皮圖案 會知道對文具控來說很美好的事物 它裡面是放印章 紙膠袋 筆記本 還有便簽紙 那另外啊 Midori他們也和很多不同的單位有合作 比方他們和上野動物園 推出了一系列可愛的動物商品 像筆記本啊 大貓熊書籤啊 還有這一種便條紙 它上面是寫說 你寫完折好 就可以變成可愛的動物 使用起來超萌的 另外呢 這一區還有一個讓我非常驚艷的 是他們和這個光學儀器天文望遠鏡品牌 所合出的系列 包含了這個三年筆記本 信封信紙 便條紙還有書籤 這上面啊 都充滿了天文宇宙的相關圖樣 對於天文控的我來說 根本不想離開這裡 再來看到這裡 也是第一次參加理想文具展的品牌 是德國的百年筆記本大咖 登卡 它號稱是全世界兩大筆記本品牌之一 使用的是無酸紙 所以據說很可以扛墨水 不過呢 我自己還沒有使用過 所以沒有辦法和大家說的太細 那它有出子彈筆記本 還有球企畫 各種類型都有 幾位的外型啊 一整排看起來真的是很療癒耶 有機會呢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這種類型的大品牌筆記本合輯 再來這裡呢 是一個30多年的日系品牌 它們有這種 20年歷史的系列本本 外型還有這種 還有這種 夏日度假風情的本分 不過呢 我個人還沒有使用過 所以也不做太多的評論 那這個區塊啊 最吸引我的 除了可愛的小本子之外啊 還有這個 收納小包包 它看起來是不是很實用 可以當成大包包裡面的 分內收納包 要放一些文具啊 或是要當化妝包 都還不錯 那除了海外品牌之外呢 理想文具展也有和一些台灣的文具品牌合作 像是東圍的水泥印章 就很可愛 還有愛知的女孩子們 根本是手杖人物之王 植物呢也提供了很多很優質的文具 那一分之一的手杖本本 更是日常的好幫手 比方我們的蓋章本啊 就是一分之一出品的 我們的文具店人生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會前進這些地方來看看 來我們看到這邊呢 是超級萌萌搭壽司店 來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壽司米上面啊 有很多這種很Chill的小兔子 超可愛的耶 而且他們呢 還把這系列的商品啊 包裝成這種 合裝的壽司來販售 還分成了各種的套餐 它的創意程度啊 還有有趣的程度 都是十分 百分的十一分啊 好 繼續看到的是 我的愛用品牌TN 今年適逢15週年 他們選擇和台皮合作 推出了系列的聯名商品 我們先從手帳的主體來看 TN的本體是 駝色的皮革燙金 你乍看之下 以為是台皮而已喔 但其中它的文字 都藏了一些 TN的密碼在裡面 再來是內頁本 它封面有先燙金 看起來質感很加分 那封底也是有燙金的 那翻開這一頁 還帶有牛皮紙色很特別 那另外還有這個貼紙組 小掛飾 而大小的棉布袋也很有趣喔 它大的是玻璃走坪的圖樣 小的是鐵鋁罐 另外還有這一種 熱炒墊很常看見的小杯子 同樣是設計當中 藏了一本手帳喔 那除了這些東西啊 他們的經典款商品 也是有在現場呈列的 這裡還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影片有 介紹過的特別款 它旁邊的牆上還有TN的歷史 以及民眾的投票內容 好啦 整場精華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一起回家來開箱吧 戰利品開箱 先來看到的是主視覺系列 我一共購買了三樣 第一個是限定的郵票 據說台北廠是藍皮燙金 台中廠是綠皮燙金 那裡面是一張真的可以使用的郵票 還有主視覺的其中一位角色 再來是這一個 背著朋友和RX森林好朋友的郵票貼紙 外包裝還燙了玫瑰金色 這很細緻耶 裡面有兩張主視覺系列的貼紙 幸好是有兩張耶 如果只有一張的話 我應該捨不得用 RX系列除了主視覺的商品之外 我還買了這一個轉印貼紙 它的圖案是很適合使用在手帳上面的 手門以及英文的短標語 這些小動作和文字的應用搭配 時刻透露出一種書聲的感覺 主視覺最後一項商品 是北澤平佑和PLUS的寬版滑邊袋 滑邊袋的使用方法就像是立可帶一樣 滑過去就好了 我主要是想把它們使用在我的月記室手帳上面 這個橘色是這些角色門 那另外一個是小花朵 你拉過來以後上面還可以寫字 那滑邊袋我還選了這個 我的每一天 可以看到上面是小原物 用起來應該是很俏理的存在吧 再來要介紹的就是我最喜歡的香菇囉 這本Star Party三年聯用日記 我一直很想要使用這一種聯用日記 可是啊 坊間雖然是有好看的本本 我都一直沒有那種一見鍾情的感覺 直到看見了它 我的天 就是你了 這種沉浸的深藍色的鷹皮啊 搭配燙金的文字和圖樣 尤其又是太陽系的行星運行軌跡這一種啊 很有宇宙感的象徵 光是外表我就文獻了 好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內在 哇真的很美耶 你看這裡有小小的行星 還有小小的望遠鏡 很簡約 三年聯用日記的使用方法啊 舉例來說啊 這邊是第一年的1月1號 這邊就是第二年的1月1號 這邊是第三年 你可以持續用三年 看出生活的軌跡變化 我之前就很想要嘗試看看了 現在終於找到對的本本了 我的天啊 太值得了 再來看這兩款信封性質組 先來看這個行星款的信封 多美的藍色你看看 這個透明的窗戶啊 是要讓你看看它的性質 這裡面附的兩款啊 分別可以讓你呈現出太陽系的行星 以及月相和衛星 我們隨機來擺一個看看喔 欸你看啊收到這種信啊 是不是很棒 歡迎大家寫給我 好另外這一款粉紅色的信封啊 搭配兩款性質 分別是淡藍色呈現春秋的星空 還有深藍色的夏冬星空 這上面啊還有寫著星星的名字 是不是很有深度啊 真的是超棒的欸 超級棒 愛死了我的天啊 再來是TN和台皮的限定款 我只有這兩個 內葉本和貼紙包 內葉本拿在前面的展場介紹裡面有提到 你看它還提醒你啊 喝酒不開車 它封面這樣的燙凸設計喔 我本來以為是很單純一層而已 沒有想到它還很有層次感欸 那翻開啊 我搭配這種牛皮色的頁面 比較特別 那後面是一般的空白本設計 貼紙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好是各種台皮的圖案 標示搭配文具的意象 我快速的給大家評判一下 它摸起來不是那種很容易會撕破的紙 我覺得是蠻有收藏價值的 好再來看到這一些 絕對是可愛到你會捨不得用的東西 登登 來自熱帶草原的朋友們 有羊駝 有豬 還有星星 欸這可以和我8年前收到的禮物一起結拜喔 像是這樣子 打哥 二哥 三弟 好再來這兩本啊 是我早就想要買 可是一直找不到好的理由 這次為了湊滿鵝 就順便帶回來的好東西 我們打開來看 這每頁都是帶有離心紙的滿板紙膠帶 有不同的花色 你可以根據需求撕下來 或是裁剪成你想要的形狀 而且它很貼心 怕你形狀剪不好 還附上這一種紙板的模板 方便來使用 那這兩款各有五種的花色 每個花色各兩張 可以參考看看 再來是這個 和摩擦筆有異曲同工效果的摩擦印章 我買了三個圖案 那這種印章啊 我建議不要蓋太大力啊 這樣圖案才不會太團結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消除的話 使用後面這個區塊來擦 OK完成 最後我們來看看消費滿額的扭蛋小徽章有什麼 我獲得三個不一樣的徽章喔 這個是台北展場的限定徽章 那另外這兩位呢 是兩井路還有葉葉與松根 真的很感謝我自己還有後援部隊的贊助呢 OK 我們的開箱到這邊 收工啊 好啦 以上是我們的理想文具開箱 不曉得這裡面有沒有您的理想文具 又或者是您有沒有參加活動 找尋到理想的文具呢 如果您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想要分享什麼樣的文具好物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